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加法项目鼠战 HIGHGO网上上程 我们上次课呢 已经对MyBuddy和Spring进行了集成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接着往下来写相关的XML配置文件 好,我们先来看 上次课呢 我们已经将UserMapper呢 给认识好了 换句话来说呢 对于数据访问层 我们是已经交由了Spring来维护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还有一个 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呢 我们之前已经吸了一个User Surface的实现 也就是这个类 这个类里边呢 会用到一个User DAO的属性 来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 所以我们呢 使用Spring来维护它的时候呢 就比较的简单 User Surface Class等于 这里我们配置的是一个具体的实现 它有一个属性 叫User DAO 我们这引用的 就应该是User Mapper 那通过这样一个bin的配置呢 将业务逻辑层的一个实现呢 就交由了Spring来维护 那很明显下一步呢 我们就应该回到了表示层 表示层呢 也就是Stress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Stress的配置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关键的 Xmail文件 叫Stress.xmail 我们先将DTD呢 拷贝下来 接着呢 回到项目里边 在SRC下边 新建一个文件 叫Stress.xmail 我们直接呢 使用原代码的方式来进行编辑 这个文件里边呢 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呢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长量 这个长量的目的呢 是将Action的实类化 交给Spring来进行处理 我们呢 使用一个Stress.x Object Factory Value呢 使用Spring 接着呢 我们来配置一个package 继承 Stress Default 在这个里边 我们配置一个Action 我们使用动态方法 这样的方式呢 来配置Action 好 这个class呢 我们就不要指定为 我们之前写好的UserAction了 因为我们要将 这一个类的实例化呢 交给Spring 所以我们这个class呢 可以使用一个字符串来表示 等会呢 我们会在Spring的配置文件里边呢 定义一个B 它叫UserAction 接着指定一个方法 这是Stress里边提供的一个动态方法 来用的语法 用了这个Action配置呢 我们在 在Action的指标签里边呢 配置一个Result 比如说我们呢 配置一个名称 叫注册成功 页面呢 我们可以让它到 一个单独的提示页面 也可以简单的到登录页面 比如说我们就叫登录 login.gsp 好 这是Stress.xml的一个配置 那有了这样一个文件的配置呢 我们再回到 Stress的配置文件 我们就需要呢 来配置这么一个B 等于UserAction class等于 这是一个具体的Action UserAction 还不要忘记了 Score 我们指定 PlotType 接着呢 这个里边呢 由于我们知道 它注入了一个UserSurface 我们将它呢 通过Property 标签呢 引用一下 好 那么Stress的配置文件呢 到此为止 就已经配置完了 我们将了数据源 然后呢 ScoreSession Factory 还有MyBuddy 还有MyBuddy是对应的Mapper 以及呢 UserSurface 以及UserAction呢 全部交由 ScoreAction来进行维护 那ScoreAction呢 会在运行的时候呢 注入相关的属性值 这是我们呢 想充分利用ScoreAction功能的一个最好的场景 就是能够将各层呢 隔离开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并不需要考虑具体的实现 只需要按照加尔并的风格呢 将相应的接口拿来用 然后呢 至于说这个接口里边这个变量 它具体是哪一个实现 代码里边我们不用操心 我们交给了Spring的配置文件 由Spring在运行的时候呢 进行注入 比如说 我们这个UserAction 我们就注入一个UserSurface 而UserSurface的具体实现呢 就在这儿配置的 由于这一个类呢 它里面也用到了一个UserDAO的接口类型 那么具体在运行的时候呢 它会找到UserMapper UserMapper呢 就由MapperFactorB呢 创建 这是需要大家去理解的 使不认它所起作用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浇水 像毫不相关的几个类呢 给它关联起来 好 这是关于Spring Strax的相关配置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于Spring已经配置完了 Strax呢 当然也配置完了 最后一步呢 我们在web项目的 最核心的一个 X-2文件里边 来配置一些 全局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要配置Strax2的 过滤器 这是Strax2的一个 中央控制器 接着还需要将一个 监听器配置好呢 来读取使不认所需要的 Xmail文件 好 那么这个配置呢 我们就回到web.xmail 好 之前这个管件里边呢 就配置了一个 init sublet 它在整个项目 启动的时候呢 就会实力化 并且呢会调用里边的 init方法 这个之前我们解释过 那现在呢 我们想配置了一个 Strax2的 过滤器 我们就配置一个felt feltname 这个名称呢 都无所谓 关键就是这个feltclass 我们要求这一个 过滤器呢 来自于 Strax提供的包 好 dispatcherng.felt 这个包里边 我们使用这样一个过滤器 然后呢 我们配置一个felt mapping Url pattern呢 我们使用斜线 信号 这两个配置呢 就可以将所有的请求呢 交由Strax2来处理 因为Strax2呢 是一个MVC框架 所以呢 这一个过滤器 就相当于它的 C 控制器 接下来呢 我们再配置一个 Listener 这个类呢 来自于Spring 我们来找一下 Spring里边的 Web 这个紫包 在context里边 有一个 contextloader List List 这个Listener呢 它默认情况下边呢 就会去找 Web Info 下边的 Application Context 的 xml 那如果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Spring的配置文件 并不叫这个名称 或者呢 并不在这个Web Info 目录下边 我们还需要单独配置一个 元素 来指定一下 这个文件名 和它的位置 现在呢 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 默认就能找到 好 这是我们将三个框架呢 通过 相关的配置文件呢 全部呢 配置好了 但是呢 我们在开发里边呢 也需要在 控制台 看到更加详细的 信息 所以呢 在这个项目里边呢 我们使用了log4j 这个开验包 来记录一些日志 好 那我们呢 将这个log4j的 属性文件呢 给建起来 我们就放在src下边 就可以了 proporties 这个文件呢 主要是用于log4j呢 在后台 输出一些信息 我们呢 可以看到 比较详细的 运行时信息 有时出了错呢 我们通过后台的信息呢 也能比较容易的定位 好 这张代码呢 我就直接copy过来 好 那么既然我按照之前的 这个步骤呢 将所有的印象文件 全部写好了 那我就需要将这个项目呢 部署到tomcat里边 然后来启动tomcat 看在运行的时候呢 有没有报错 那如果有任何错误呢 我们还需要来定位这个错误 然后来将错误呢 修改 现在是要检测 这个集成正不正确的时候了 直接通过run server 我们来看控制台 好 这里呢 有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种集成起来的 这种错误呢 我们看仔细 这个sprint呢 它在创建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说错误的创建了datasource 不能加载gdpc驱动 这个很明显呢 我们呢 忘记了去掉delclass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文件名呢 送我们拷贝过来 重新拨数一次 清空 它会重新呢 加载上下文 那如果这次我们要看到任何的错误呢 这相关的信息呢 也输出完了 那就说明我们的集成呢 这次应该就是正确的了 那有了这个集成环境的搭建呢 后来我们来写功能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将这三个开样框架 就通过映射文件 进行了集成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将接着 来使用一个注册功能 来再次验证一下 功能上 能不能实现 刚才呢 只是说环境搭建 但是没有出问题 那功能上 我们还没有验证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